我們來的同事 包括我 林鄭廷 胡志偉 三個立法會員 另外我不知道有沒有抓到黃禮謙 因為黃禮謙是附近的 我們也有幾個助理來的現場 都發折了 最終有沒有抓到他們呢 不知道 但是兩位打算來表達他們的意見 和批評警隊進度緩慢調查 失力的兩位市民都被抓了 被控制了 我這樣看下去 我估計有七 八個 它將我們組在一起 其實大家看到了 剛才我們 縱使我說我們做工作也好 我的理解 我們是警察來的 不過 因為病毒是不會看人的 因為我們都是四個人一組站起來的 縱使我們結束都沒有 反正警方就很大量的人招來 甚至招來記者那裡 如果用防疫的態度 反正他們的做法是更加不堪的 暫時沒有的 應該是被控制了之後就叫我出來的 剛才當然你就見到有些小混亂 有些警員的城市都比較激烈的 我很惡名而言 因為其實我們來到都沒有說任何一句話 已經包圍我們 就要叫我們包圍著 接著不斷推撞我們 其間我們是出而侮辱的 包括講了很多很幼稚的東西 例如你不要那麼小學雞 但是最小學雞的警員是警隊 在這裡是這樣 像我們去到霸戰 我們一再強調 我剛才有幾次大聲喊 都是說 第一 我們來工作 我們沒有裁返下聖令的sir 我還要稱呼他作為sir 但是這些警員呢 倒過來是 七嘴發洩這樣 三四五個湧過來 指手畫腳這樣罵 我覺得他們是發洩他們自己 過去一年 被市民批評的情緒 多過你依法再執法 剛才他說我們左差辦公 我說我身份證交給你 給你票控 雖然我不同意 我說你沒有上法庭打的了 但是你就算你是冷權也好 我會依存正常的渠道去投訴你 那我怎麼左差辦公呢 我完全合作 更少我不同意你這樣冷權執法 所以剛才他曾經拿過胡椒噴霧指向林卓廷的 我相信他是想你那個陸動機可能是稍生事端 他跟你吵架 你撥多力一下嘴 他就說你真是左差了 我就動你了 嘗試合法自己的武力 剛才林卓廷可能一會兒說過 他在接那個橫額的時候 就有警員已經用一個胡椒噴霧指向他 就因為你在接橫額 所以我就要這樣對待你 那停地了 我舉個禮拜來講 大家今天看到在元朗站一拜 有超過200個警員 在這裡針對我們一個議員召開 批評警方721 縱容鄉黑警黑勾結記者會 如果一年前的721 警方派現在的警力十分之一 就不會發生721事件 警方現在沒有盡力去調查721 上百計的兇徒 反而動用超強大的警力 針對我們民間的記者會進行打壓 是極度可恥的 我們今天其實有幾位的商者來到 我們希望他們可以有機會 跟大家現身說法 批評警方過去一年 怎樣去包庇 縱容鄉黑 我們也是找了超過85張在網上的片段 卡出來的相片 清楚顯示721當日那些兇徒的容貌 但是一年過去警方只是拘捕了70多個自販 票控的只有7個人 一個這麼大規模的好集案 警方居然只有7個人去交數 大家相對一下整個運動到現在 警方拘捕超過近9000人 票控的近2000人 究竟警方是不是一直在放山的鄉黑 是針對我們運動參與的朋友 這個是一目了然的了 是否你和尹氏經議員都發了告票 可否一起來看看 不止的 還有胡志偉我們主席 還有兩位商者和幾位同事 都是發了告票的 我們要問好這麼多人知道 其實今次這麼快 你們一拉環打 突然有幫我把我批評 你覺得為什麼會被拘捕 我覺得警方是很懼怕 面對他自己721的醜陋一面 所以他要禁止我們所有議員幫市民發聲 其實721那個黑暗和醜陋 香港市民是看得很清楚的 他不是可以去封住我們香港市民把口 我們就不出聲的 Mr. Mr. Lam,你為什麼會令警方很開心 以及為什麼你會被拘捕 我認為這是很可憐 我們只是嘗試堅持平靜的 我們只是嘗試堅持平靜的 回到背囊裡 有沒有說控告你們非常集結 或者要控告他 他有警告 但是他還沒有作出檢號 現在只是針對限聚令 好 好 那怎麼搞不了記者會呢 說到封鎖線 說我的同事都違反限聚令 這個是極其荒謬的 OK 那在哪裏搞 都是這裏 幾生日年都不會交 我們一定會抗辯 這個是非常之濫權 他濫了這個防疫的法例 變成警方的惡法 打壓我們民間的聲音 那次是做一個詳細口供的錄音 但沒有記錯,世界不同的錄音 那之後就,我想大約十月前 都打一個大約兩三次錄音 不過都是問我口供上的detect 即是當日八月中的口供detect 那但是之後是,去到現在 其實都已經沒有再找過任何東西 沒有影響,不再不說我 也都沒有說他和我討論 我覺得好像自己給警方和記者那樣 即是七二一件這麼大件事 在西電站上面都有說,拘捕了三上七人 有很多人比數 就算我看新聞,很多人說已經有認人 有做相關的程序 但是為什麼我沒有呢 是不是因為我不在西電站上面 我就不屬於一個七一的傷者 又完全不理我呢 你見到現在警方這樣的部署 這樣的決定,你最容易看得到什麼 很誇張 即是我們今天純粹是一個記者會 又不是說呼籲一個遊行 又或者一個集會之類 任何一個形式 純粹出來可能有一個記者會 會說一下話,用咪咪說一下 但是大家都見到,很誇張 幾十個報告 周圍還不知道有幾多個 如果一年前是有這樣的警令 打在元朗的 那也不會有今天這件事情 可不可以說一下你的傷勢 一年前是怎樣發生 不知道有時候大概要不想說 如果說一年前 其實大家上網看到 背脊就很誇張 打不打敗了 然後當時腳都是一個很嚴重的傷患 差不多是一個月後還是會痛 那當然了,現在其實就 這個腳都好了 一來又沒有傷痕 也沒有一個長遠的影響 但身裏呢? 不痕中的大痕 起碼我現在不需要去看心理醫生 也不需要吃藥 不需要吃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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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很慢 效率很低 最簡單 正如剛才所說 都整年了 認人又沒有 什麼都沒有 只錄一次口供 現在十一個月都來了 就不理 全都好像有好事發生過 我不明白 他這幾十幾個月 他清清的幾乎不捨 又什麼穩飾 又拉人 這幾乎 對啦 他講講講 但是完全沒有水準 過了這麼久 又沒有認人 又沒有性 即是打我的一個都拉不到 那你叫人怎麼信 他們警方所謂的 什麼便宜不捨 計算調查之類的 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博授議會選席執行政部都不可以 是沒有這樣 白禎市議會選席執行政部都不可以 是そう 剛剛警員就問元朗區議會主席王委員有沒有記者證 做了訪問在元朗 元朗區議會主席不能留在元朗 如果你們在現場有任何時去做的話 記得不要為了他們最令人解釋 我沒有說 慢慢說 那我又去塗鋪鋁車 但是熱狂是經驗人們 是在那裏停車上樓的 但下樓下就很興奮 就 很多人在樓梯那裏 下臉都在買一張 很難做的 很難做的 我都不問的這件事 例如是我們真是會看過 今天掛了出來的話 議員掛的證出來大猜是甚麼 主席 其實為甚麼會說 為甚麼會用今時今日7.21都準備 其實我們在1月1復會 區議會復會我們已經成立了7.21這個官的小組 但最初就是民政專員就說 我們的職權範圍是抵觸了區議會條例 所以他們就說不會借場地 不會提供秘書服務給我們的 警方和官員也都不會出席會議 最後我們是將那個職權範圍修定了 是1對1就是跟進7.21 8.21無差避口打市民事件 純粹是跟進 但是專員都說跟進2個字 都違反區議會條例 我們不開通 公寄書服務不借場地 官員不出席 我們不開通 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不開通 我們不開通 有關政府的明明就是 我們不開通 復會條例 我們不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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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押著進去 那時是你見不見到什麼又拿著什麼打哪裏 你自己是怎樣 是不是害怕是想叉錯的 因為我下去那邊已經有很多人在追上去 那他們拿著一些很長的鑽子和一些很粗的鑽子在那裏打著拍拳炒上來的那些人 那我自己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因為我坐車的時候 我自己有老婆 所以我沒有看手機 我不知道什麼問題 所以差錯就差錯了